我是环球时报 怎么进去胡锡进 欢迎收看老胡的朋友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瑶先生 星期三上午在公共场所做竞选宣传时 遭到暴徒蓄意持刀袭击 那名暴徒假装是他的支持者给他送了花 提出和他照相 何俊瑶欣然同意 就在这时 暴徒突然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把刀子 闪电般的刺向 何俊瑶的胸部 所幸何俊瑶反应机敏 据说他每周都连泰拳 没让刀子刺到他的致命位置 他在轻行状态下迅速被送往医院救治 他在医院发了视频 接受了记者采访 没有危险 大家好 多谢大家关心一切正常 今早的 襲击来得非常之突然 但是幸好 还有可以避得到 造成的伤口 大概2cm左右 是皮外伤 留线皮外伤 后面的rib cage 那里有些骨 顶住了 所以没有插得心 OK 这个是精神病 我相信 是 但是我们会很小心 会尽早出发来工作 没问题的 多谢 多谢 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且大庭广众之下 对政治人物的公开行刺 他在香港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议员 纷纷谴责这一次刺杀行径 但老胡也很吃惊的发现 一些反对派人士不仅没有谴责这次刺杀行动 还宣扬这是何军耀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他们的这种表现实在是破了底线 我是没 那名行凶者 已经被当场制服 处于警方的羁押中 这哪里符合所谓苦肉计的逻辑 这样的事情出现 根本原因是香港的法治秩序 已被冲得七零八落 从政治立场出发 对对立面的人物实施私刑 被一些极端者视为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那名对何军耀的行凶者 在被制服的同时不断高喊 何军耀是贼 何军耀去死等口号 显示出他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 香港中民大律师马恩国在接受环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现场视频情况 凶徒涉嫌犯下了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中的意图谋杀罪最高 可判终身监禁 老胡尤其希望香港司法部门对这类恶性犯罪 绝不能手软 不要做出客观上庇护 凶徒鼓励暴力的判决 说实话 大家存在凶犯可能会被轻判的担心 前段时间 香港的法院在非常紧迫的指暴治乱方面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警察抓的暴徒大部分都被法官们释放了 这很让人遗憾 何俊瑶是香港著名律师 他2016年9月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 爱国爱港的立场非常坚定 态度很鲜明 他因此成了香港激进反对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过去一段时间 何俊瑶的祖坟曾被恶意损毁 办公室也被破坏 名誉博士学位也被英国的一所大学剥夺 现在竟然有凶徒来杀人了 香港任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暴乱 对香港现代基因的严重侵蚀 继续同情暴乱分子 无异于是在损害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 谢谢